啊 充滿創意的翻轉色彩抑制遊戲Compney 2 要用最簡單的規則 創造出讓玩家絞盡腦汁的豐富關卡 玩家要在限定的行動次數裡 將畫面上各種顏色的區塊轉變成相同顏色 遊戲中除了超過100個關卡的闖關模式之外 還有每天精選的超高挑戰度關卡 如果這樣還不滿足的話 也可以選擇自己發揮創意 創造關卡讓其他玩家挑戰 或是挑戰其他玩家精心設計的關卡喔 喜歡打高爾夫的玩家們 現在手機平台上有可愛的新選擇囉 由愛妮網路所推出的滾滾飛球 即使是初學者也能夠快速上手 馬上在翠綠球場上享受揮桿的樂趣喔 揮桿時玩家只要將鏡頭拉遠 就可以調整想打的位置 接著抓準時間 點擊力道和方向就可以將球擊出 當靠近球洞推桿時 也會有輔助的方格提示球滾動的方向 除了揮桿玩家還可以為自己的角色換上各種裝扮 讓屬於自己的可愛角色陪伴你一起打小白球喔 Teter是一款物理平衡的抑制遊戲 遊戲的玩法就是控制甘子的左右兩側 將小圓球平安的送入洞中 玩法雖然相當簡單 不過玩起來可是充滿挑戰 因為一次只能夠推動甘子的其中一邊 一不小心把桿子推得太高 或是另一邊沒有馬上跟上的話 小球就會不小心被甩出去了 除此之外路上還有各種機關 像是千萬不能掉進去的洞 或是定時推出的卡榫 在注意平衡之外 還要記得閃避這些機關喔 第三人稱射擊遊戲電磁風暴 有著高水準的遊戲畫面 除了能夠展現逼真的場景效果 像是煙霧、下雨 在人物的表現上 更是以真人為範本 有著生動的造型和動作 玩家可以運用突擊槍、衝鋒槍等 各種現代槍枝來打倒敵人 除了有多人模式 可以和線上玩家一起比拼刺激的槍戰之外 還提供了練習模式 讓玩家熟悉場地並練習技巧 另外也可以透過收集各類武器及裝備 利用強化、合成、進化來提升自己的戰力喔 一手就能夠輕鬆遊玩的射擊遊戲暴走戰機 玩家將化身指揮官帶領英雄們 一同抵抗外星異種的入侵 每次戰鬥可以選擇三名英雄 並且按照不同屬性的敵人 隨時切換適合的英雄上場作戰 戰鬥時只要敵人進入射程範圍 就會自動進行射擊 玩家就可以專心移動 來閃避敵人的攻擊 遊戲中也有各種強化英雄的方式 像是強化武器、精英改造 讓玩家打造屬於自己的最強團隊喔 賽車史輪 Rival Gears Racing 是一款未來賽車的競速遊戲 和傳統賽車不同的是 除了追求絕對的速度 還要閃躲路上的障礙 每一次的超車或是閃避都可以累積加速能量 只要能量一滿就趕快點擊按鈕來甩開對手吧 除了競速之外 我們還能夠為了堵住而戰 和玩家來場一對一的比賽 在贏得比賽之後 記得去改裝商店 加強自己車子的配備 提高自己車子的穩定性和加速能力 才容易在比賽中取得勝利喔 日本知名遊戲大廠 Dayna 推出了旗下第一款卡牌手機遊戲 Dios X Machina 這是一款以2×3期盤為舞台的卡牌對戰遊戲 玩家將會扮演一位神明 在每回合花費瑪娜召喚手下 放置在自己的牌列上 隨著回合數的增加 瑪娜能夠使用的數量也會越來越多 玩家就可以召喚更強大的手下 或是使用魔法和地形卡來爭取優勢 並且根據玩家選擇的神明不同 還能夠使用不同的特殊能力喔 在Tower Keepers 中 玩家要將4名英雄組成一隊 前往挑戰各式各樣的任務 遊戲基本上才自動戰鬥 但玩家仍然可以用點擊的方式 來對特定的敵人進行擊火 在戰鬥中會逐漸累積精力條 當精力條累積了一定的量 就可以施放角色的技能 但精力條是全部角色共用 所以並不是技能冷卻之後 就一定能施放技能喔 而為了應付越來越難的戰鬥 玩家也必須要培養各個角色的等級和技能 但要注意角色升等所需的經驗值也是共用的喔 雅雷斯 戰神世紀是一款橫向的戰略遊戲 玩家要用靈魂召喚英雄和士兵往前推進 想辦法全滅敵方的勢力 士兵有攻城、近戰、遠程等多種特性 而英雄則擁有不同的技能 玩家必須要一面確保靈魂的存量 並根據對方的幾何調整派出的兵種類型 除了挑戰遊戲的戰役關卡之外 玩家也可以選擇與其他玩家進行線上對戰 來一場鬥志的互推大戰 至於能否在對手的攻勢下生存 就要看玩家們如何選擇策略囉